提起敬 提起敬都入了 加冕錦表 这行一级赛 入了集准备起步了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近外档那边 听话女似乎快点 内档那边就大受关注 中间形神正想都骑上来 天国妙音在他旁边 接着就大门的提起敬 暂时包美粉红三个匹 就是英明女王 跑到200米左右 前面暂时天国妙音 放了出来 外档那边听话女似 突然走上来 内档守着第三 形神正想 跟着一对六三的马 大受关注戴白帽 大门的提起敬 在美尔位置 又落了尾 因为内档那边 英明女王骑上来 对面的直路 差不多走光 直到直路尾 前面戴头 又变回形神正想 守着第二位 天国妙音 三叠这个听话女 都逼上来 又没有尽力 去拿大头的位置 不如一直走着外叠 后面的三匹马 变成全部都有遮挡 内档数取英明女王 二叠大受关注 最出那匹提起 暂时包美 这匹大热门 不过头码距离很近 四个马位都不够 一路转弯 向着直路尽发的时候 前面暂时都是形神正想 放出了多少 拍着天国妙音 三叠听话女 然后内档那边是英明女王 中间仍是大受关注 大门的提起径 虽然是包美 不过看来也很定 现在才慢慢逐步骑上去 进入中央四马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暂时形神正想 还带着天国妙音 在斗 但是这时候大热门的提起径 都上到来了 中间就大受关注 这里就不够够 少认识一认识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提起径 已经得到优势 这里就押过了天国妙音 内档戏仍神正想 打回上来 外面上门大受关注 但是前面看的势 都是提起径 可以成为今年一级赛 第一匹赢马 这个是亚士谷赛奇 第一名结果 就是提起径 赢了回来了 第二名要拍照 要拍的 看看究竟 天国妙音 又说大受关注 第四名才是刑神正想 大受关注 那里阻阻再扑上来 也能扑到第二 但看来它是第二 是 它也阻阻得挺重要 整个三文字夹进去 天国妙音第三 刑神正想回到第四名 刑神正想就敗了 还要自己放头 也算是赢回大热门 这就是提起径 它是阻阻人才来的 就是要押上来 好,大热门的提起径 赢了就赢了 好,看看会不会有言顺 有点捱到人 看重播 在面感叨 前面暂时都是刑神正想 放出了多少 拍着天国妙音 三叠听话女 然后内档那边是英明女王 中间仍是大受关注 大热门的提起径 虽然是在包尾 但看来也很定 现在才慢慢逐步骑上去 入到最后四巴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暂时刑神正想 还带着天国妙音 在斗 但这时候大热门的提起径 也上到来 中间就大受关注 这里就不多 够位 少计一计 最后百多米 从前面提起径 已经得到优势 这里就压过了天国妙音 内档那些刑神正想 打回来 外面上门就大受关注 但前面看的势 都是提起径 可以成为今年一级赛业 就算如果被你天国妙音过 可能都能控告你 天国妙音出来的 那部应该是 有点出来 有点三文字 那只提起径 又有点挨过去 最热最冷那只 最热最冷的 最后也穿隔 五搭七 提起径也免得拿里面 就跟你走中档 亡胸 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一打左手边 有点 对 躲起来 好了 当地也有言讯 收到讯息 这场赛事有言讯 两只夹一只 究竟哪个的动作夹起来 更大 集定赛国七五六三 如果录影输 我们看看他的直镜 我们看看他的直镜 究竟是 六出去多些 或七近来多些 五号影赢 黑咒天国妙音 第一步提起劲 有点近来 天国妙音多些 少吃了半个身位 所以他影输 也没办法理 不,他影赢就少些手续 对 如果影输就变成抗议 很大机会 对头马应该有什么影响 都说他赢 应该就 大家斗充 我想只是言讯 你说很大问题 应该就没有 是否很大问题 刚刚进去的时候 提起劲 他自己也有点修正 但他没有说 跑线一直斜进去 他之后 之后就已经撞了 他才再进去 即是跟天国妙音 撞了之后才再进去 幸好大受关注 就先过天国妙音 所以手续就少了 尔神正常 其实很迟才再跳下去 但第四 也开始有点反力 对 有点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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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会 不认为他会 这种困难 但 首先 你会有什么 你会出现 她被车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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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我想要站起来 但 她被车达了 她被车达了 因为她被车达了 所以 我被车达了 她被车达了 和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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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车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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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 我可见到 这位车达了 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这次达成功 你会被车达了 这次达成功 是一切 你认为 一车达了 想想想想想 我会认为 你自己的车达了 最后达得 我刚才会 我跟他一带 他说 他说 Pisεw you do,that's what I Le was done,nice and easy Look,things like that happen TONY income out the gate,plan B I had to go to it and I had to Farfit my position early to Rob who was keen as well,but I k knew if this filly overraced I was there too soon,it was Yeah,it wasn't going to be Straightforward,but I had to ussia ride like the best 她是最快的在场地 我说我可以忍受她的一种 我来听她的 你上个人的身上 你一直有很多 talent 你一个人的最少 能够成功 成功的一种 你一个经历的 但是在这些 为了这次的 为了这次的 因为很多人 我只是一只小鸟 她的手 我还是不是一小鸟 你一定不是 然后大家会喜欢 言讯 三匹马 包括提起劲 也计算了 骑士说到马出习 但他最主要是全程令到鞋子放鬆勁跑 以及發揮這隻鞋子的後勁 他知道這隻鞋子的後勁相當好 那什麼時候棄屍 贏到王家亞式的賽事 可能不太快,比他贏得不太軟 大感覺一點,鞋子會輕鬆一點 好,接著第五場賽事,今晚出… 做漏了一點點事,兜出一點 言訊也不用,他就… 鏡頭最右邊,鴻比爾 左邊坐在這裡,韋朗輪 不過我想都是…進去說一件事 你說很大的理據要調轉名次,其實是沒有的 相信對頭馬的影響不是很大 不會很大 而且也有一段的距離 當然,韋爾德剛才好像很緊張 因為現場有宣佈,立刻要停了訪問 如果是7、6、5個鐘點 那裡就有個估計了 7、6、5都不像會關於七事 應該是5和6之間 韋爾德,早幾年,香港國際賽事也有派過來 伊士華,香港平 韋爾德來馬尼跑國際賽事都九幾年了 那些都是… 更險的 更險的,近能 好了,第五場賽事,出馬很多 暫時未看到,亦都說沒甚麼理據 所以他就調轉名次了,都沒有了 所以就頒獎了 結果,提起勁就成為金國雅士谷賽旗 第一匹在一級賽,贏馬的大門 已經跑了七行 十四元,這隻就熱透了 也要等到這一匹 昨天豪勝驅也應該有很大機會 不知道對方跳兩班上來,搞定你 大途你 那隻不是壯膽式,很大膽 大膽 豪勝驅是經常的平衡 因為很難出頭 但你跑到長途平房 通常有優勝劣敗,一定是你熱門的 都可以被半冷的殺低 但那隻是未輸過的 暗牌 你跑到第四場 金杯其實都很… 表列賽都未跑過 很難的 那個難度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金界水準不是很高 很高 很多人都傷過,有些人不夠氣 有些人已經下降了 沒有饒舌達人的那些 看這隻提起勁之後 愛爾仁像樹會否見到他 好了,萬福榜完畢 監面錦標 跑第一名七號的提起勁 動員派14元,位置派10.5元 第二名五號大受關注,位置派32.5元 第三名六號,天國妙音,位置派19.5元 第四名三號的刑神正想 連應答七派152元 二重採七六五號,179元 三重採七六五六,派962元 單天派342元 四連環三五六七,派103元 四重採七六五號,六號,三號 順暫2148元 一旦 四重採七五號,拓維 三號,拓維 出陽